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 今天又要给大家分享一些信息 我觉得看我视频的人应该是跟我是很有缘分的 而且你们也是有福气的 知道为什么 就是我自己吃的亏 我身边的人吃的亏 和现在的目前的华人的海外的状况 我都分享给你们 就是至少你们来了以后 知道会小心会不走弯路 然后通过我可以看全世界的 因为我看 我能看一天看几个小时的视频 世界各地的一些那个 其实在我做视频之前 我告诉你们 其实我不看任何华人媒体 华人媒体我不看的 就是中国人在海外的那些自媒体我也不看 但是最近我做视频吧 我就看了几个 比如说加拿大的几个万维播报什么的 是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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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美国的有个视频 这个代表性的 我看 甚至话看 郭文贵的 我看他那个新年 那个这个春晚 那个我也看 看了几期 看了几期 我就我 但是我不关注他们 我看看以后 我就一律而过 我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所以我不对任何人做评论和批评 我没有自个 因为我不是当事人 这是我 但是呢 我就是很憎恨那些伤害村友园的人 我觉得所有伤害他的人都应该下十八层地狱 因为他真的是不为自己的利益 就是为为为为 他真是一个知识分子 为为大家的利益 但是有些人不知道好歹啊 所以崔永远也不要去管这个显示 知道吗 有些人享受吃底沟油 吃转基因 叫他去慢慢享受去 对不对 我就不关那事 这时候不管 但是呢 谁爱吃吃死活该 知道吗 所以有些人是真的很贱 你不知道他去做什么 你知道吗 那现在在海外这个群体呢 为什么 就是说 尤其像我这个城市啊 我们新西兰已经有四千五百万人 我这个城市 华人很少的 大概就上半个人 就像个村一样 谁家放个屁什么味儿 大家闲得蛋疼 都在那平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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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吗 就没事 就中国人都喜欢搅舌头 我发现 就很少一部分像我这样的 就不爱管别人家的闲事 特别愿意搅舌头 就闲得没事啊 在这骗了政府的福利 你知道吗 都是那个 你看哈 这些海外的华人媒体 管你大包小包的 骗了中国政府的钱 谁知道是不是骗 心甘情愿怎么回事 反正我知道 大家都公开的就议论 你知道 就在一起都议论 当然有的时候别人议论 我只是听 因为我不关我毛事 你知道吗 我是新西兰公民 然后拿着中国政府的钱 在这再忽悠 新西兰政府 新西兰政府更容易忽悠 拿着双方政府的钱 在这里 本来因为在这里有个习俗 就是说他要搞什么活动 他应该准备一些吃的茶点 邀请人去 他不 他连那个钱都不花 他把这个钱省下来 叫人个人拿着 因为在新西兰的确有这个习惯 就是跟英国人学的 比如说你party吧 大家都拿点吃的去 就谁也别占谁便宜 分享 我们都这样 但是他让我们每个人带 每个人带东西去 撑他的美面 他就省了这笔招待费了 然后再录一个视频 录一个再交给中国政府 再要钱 然后其实他也骗了中国政府 你知道吗 所以这边现在好多人像我这样的 根本就不跟他们交往 不跟你聊 他好多地址 人家给他留的信息全是假的 人家都明白这些事 谁给他妈留真的信息 像我都不跟他们联系的 你知道吗 但是呢 他们这些恶人做了恶事 人家都说 拆腻子拆腻子 那谁都跑不了 都顶着一样的脸 所以他妈特可恶这帮人 所以那个网友 有的网友也说 怎么我老跟房客撕逼 其实我十多年 我们这个家人租房子 当然也会有跟房客撕逼的事 但是中国人真的 好多人素质太差了 那个但是也不是我 是所有人都这样 主要是 这个留学生几乎百分之 九十五的人 我这是保守说话 甚至是我敢说百分之百 都不遵守规矩 心态不好 你知道吗 仇恨房东 你仇恨你自己去买房子 是不是你别租呀 你住酒店去牛逼呀 是不是你租 你又得仇恨 你说你说你多 你多纠结呀 你不怕 你不怕憋出癌症来 是不是 所以呢 那个那个那个 好不容易不吃雾 没了再跑这来憋出癌症来 是吧 所以就不划算了 是吧 所以呢 嗯 那个 每天发生这些事 那么像 我的身边的朋友 他们因为都会 有的时候 我去看医生的时候吧 或者有的时候 咨询律师的时候 有一些单词 我还是不能完全理解 因为有的时候 单词不理解 你会理解错了意思 特别是 见律师 或者说 看医生的时候 你会理解错了意思 我发现医学单词都特别长 我还有些单词 还是不知道 所以我都会找翻译 找翻译 我也会跟他说 我不要中国人 我不信任他们 我的信息会流露 他们说 我有保密协议 他们根本就不遵守规矩 所以我不信任他们 你知道 当我这么说的时候 其实我的心都在流血 我都是很难过的 但是没办法 我不能因为这样的话 我把我的信息 留留给他们 我就是不信任他们 因为曾经有考驾照的时候 一个人曾经在那个驾照 他在前台 他就接待 我们要输入 我们的所有信息 然后他就曾经 流露了一个信息 给他身边的朋友 然后那个人 就说出我的法定名字 怎么会 因为在这的人 全部都用假名字 这叫什么假名字 英文名字 全部都是假的 你不知道谁名字是真的 全部都用假名字 什么 什么 李沙章 托尼王的 全部全是假名字 所以洋人都笑 都说 我从来不知道 他的真名字 就你不真诚 你用假名字 和人家交往 你知道吗 所以呢 这些现象是 是赤裸裸 血淋淋的 就是存在的 所以说 你们以为西方是天堂 就说 我们这么不受待见 是因为我们自己找的 西方人瞧不起我们 他歧视我们 这太正常了 太正常了 现在来这的好多 华人 他都歧视那些新来的 你知道吗 不是歧视 我觉得是鄙视 我也鄙视他们 我鄙视他们 我实际不跟他们交往 我现在就是交往 那几个觉得考研 好几年的人品 特别好 就是三两个人 就算是朋友了 他们都是新西兰国籍的 你知道吗 所以 你有知道 这么一个小地方 你祸害 你都没有那么多人祸害 因为人太少了 就万八千的 你比所有这个城市 一万个人你都认识 你能祸害几个人 一祸害 大家往一方 全部都出了 你知道吗 而且在这里吧 最讲诚信 这里诚信到什么程度 我们每个人都有税号 你到银行开货 你就是你开 所有银行开货 也没关系 你必须提供你的税号 要不然银行不给你开 他们这人 全面遵守规律 你再认识他 就是你亲爹在柜台 他也不敢给你开 你必须提供这个 他不能可能 因为你 他们这个法律 让你自己自觉 你一般出犯了 你死的没 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所以呢 他不会给你 你也没法花钱找关系 所以好多中国人 用中国人那套 死吃亏 一步一个列起 那你一旦有税号 你的名字 你有多少钱 存多少钱 你的钱从哪来的 怎么进的 怎么出的 清清楚楚的 在这里没有秘密 你欠了政府的钱 好 我现在你上学没钱 可以没问题 政府给你无息贷款 无息贷款 你上学 但是 你只要上班 有了钱 你就得还 你有了钱 你不还 你不跟他联系 他看你账号有钱 他自动就跟你联系 就扣你的 你有钱 你不还都不行 然后你离境 你欠政府的钱 离境 你得跟政府打招呼 你欠他钱 你得打招呼 要不然你离不了境 一到了海关 就抓你 你知道吗 所以都是这样的 所以大家 这是遵守规矩 是因为 他那个法律严 他是 他一环 他管理的非常 发达国家 就是不一样 跟你说 他没有空的 可以算非常完善了 所以像我们 要是欠政府的钱 我们都会 我们都会 打电话 跟政府请假 告诉他 我大概什么时候 要去哪里 什么时候 大概多长时间回来 他就说 要不然的话 你一离境 你欠他的钱 他给你 20%的利息 高利贷 我现在借你钱 是免费的 你他妈走了 不过打招呼 我就按20%收你的 谁让你不打招呼 我跟你说了 对不对 所以你要过边的政府 人家政府奖礼 对不对 所以我们都会 乖乖的遵守规矩 所以这里不像 这里没有 几乎都没有骗子 几乎都没有骗子 你看我来这么多年 我从来没看到 在马上有人打架 骂架 没有 一个都没有 就是创车了 也没有人说下来 打起来了 都有保险 就好好说 来留个联系方式 然后保险该怎么赔 怎么赔 没有 你看出国没素质来 你知道吗 其实你打了有什么用 对不对 比如说有人创车 你现在打一顿 他本来应该陪你的 结果你这个打他一顿 你还要做了 你还要陪他 你知道吗 你有什么事 说什么事 所以在这里吧 其实创车人 也不需要付法律责任 就是他有政府的那个保险 全民都有免费保险 你根本不需要逃逸的 逃逸是非常没有人性 不道德的 你本来创了他 你可以把他带到医院 去人道主义 你可以 可能他不会死 但是你跑了 没知他就可能死 留下过多什么的 所以我都希望 就说你们真的要出国的那天 你们要完全的改变 以前的 因为我发现 Chinese way completely wrong completely wrong 你知道吗 所以呢 你用你的思维方式 处事方式 几乎百分之百是错误的 所以我都觉得 我上学学的东西都没用 从这儿开始 从零开始怎么样做人 怎么样做人 真的 你用我以前的学的东西 垃圾才能害死我 你知道吗 所以呢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人家这里讲爱和包容 我学的什么 我学的是君子报仇 十年不晚 哎 报仇啊 在这里是 啊 这是赦免 原谅 你知道吗 哎呦我的天哪 所以呢 我们的人生观 价值观是 完完全全是错误的 这就是我说 一个错误的教育 毁了一个民族 所以有的人 就是死的性改不了 像我那个 我一看不好 我马上把那些东西 挖到粪坑里边 埋葬了它 我要重新做人 重新学东西 从零肯更开始学 所以我 我意识到这个问题 因为 你也不喜欢 看魔鬼片的人 是吗 难道你喜欢吗 拥抱真理的人 就会被 真理所拥抱 拥抱罪恶和邪恶的人 就会被邪恶所拥抱 所以 你拥抱真理 你就享受真理 你拥抱邪恶 你就享受邪恶 比如说 房客和房东吧 我跟你说 这个人是租房子的 这个房客真的是错了 和房东 他并不是站在房东的 或者公正的立场 因为他是房客 他就站在房客的立场 去骂房东 你这不能公正的 公平的 去评论一件事 所以说 人渣嘛 你知道吗 然后我在西方的互联网 我从来没有看到 像中国人 那么买嘛 那么跟贴 你不是当事人 你又不了解情况 你又不知道人家 这个这个这个 说的目的 然后就跟着就骂 你骂你 这什么账面 你没有教养 没有素质 那个嘴就跟厕所一样 你知道吗 你们出来看看 西方人那些帖子 都很好啊 人家发一个视频 给他 他要受益 都说Thank you very much 就是非常感谢 你的分享 非常感谢 你的分享 然后呢 他不会站在他观点上 怎么回事 给你逼逼刀 逼逼刀 他非常感谢 你的分享 我尝试 比如说你分享个吃的 我尝试做失败了 或者说 觉得挺好的 怎么回事 还有什么问题 人家都是这样子 我从来没有看到这个 所以我越看越看 我越不喜欢中国人 所以中国人 你听到我的视频 你肯定骂我 如果你像我一样来到西方 你一定也会像我一样 你如果是一个 还有点良知的人 我告诉你 就好多来 我在群里边 原来认识一些中国人 他们就是 来到这里 陪孩子陪读 差不多两周 就改变了 就开始掉头 就骂中国人 骂中国政府 那个 的确有些 是欠骂的 然后呢 为什么呢 因为 因为那个 他看得好 他看得好 我经常被政府的一些 行为感动的哭 你知道 我敢 但是他们在这里 就是说 没有 没有那个 没有学会这些东西 不敢 如果他在这里 这么多年 这个民主国家 这么好 他不改变的话 他就是改变不了了 所以你别指望去改变他 改变不了 渣子了 就是彻底的一个渣子了 我们是羞母可以叼演 他们是羞母不可叼演 哎呀 你快去看看 我的鸡把我的 把我的那个 红家人都吃了 把他赶回去 快 结果呢 那个 就是说 最后 这个 这些情况吧 就是导致了 人家养人 都鄙视我们 不给我们工作 然后 不给我们机会 政府机构也不愿意用我们 因为不信任我们嘛 是吧 然后呢 那个 现在好多机构 比如说心理咨询了 他就不再用华人了 因为华人 没有人愿意 比如说华人 他只能帮我们华人 我们又不信任他 所以他没有市场了 这不都是自己找的吗 对不对 我要去自行 我绝对不要华人的 现在 为我服务的全是洋人 我就给他说 我不信任他们 他们说 有规定也没有用 因为他们不遵守规则的人 所以呢 你说是不是全这样 肯定不是 但是我告诉你 大部分是这个德行 所以呢 我不能把我的个人隐私 暴露给他们 我不信任他们了 你骗我一次两次 已经三次了 对不对 我就不能再相信了 我不能没事 就为了让你们就业 我去让你们 当你们的炮灰去 所以 那个好多人出来以后 就会爱上 我 我从来没有听到 中国人自己说 他爱自己的国家 没有一个人这么多年 但是 像我呢 我也会说 我爱自己的国家 但是我不会说在嘴上 我会用行动 告诉我自己是这样 我用我的方式爱国 那 那 那 但是我 我 我会告诉所有的人 我爱纽西兰 因为这个国家对我太好了 太好了 然后呢 那个 那个 我不用交一份钱 他给我社保 然后呢 送老病死的给我买单 我病了 给我看病 然后你看 有人抢劫我 他们还都关心我 就是说让我去做做心理疏导 然后呢 甚至那个 我都是心情不好 我说我那找人来接我 都政府付费 找人来车接车送 你看这政府多好 你怎么能忍心 做不好的事对他 所以有好多中国人 来骗西西兰政府 然后最后把其他人的 后来者要移民的人 路全堵死了 门口累高了 所以这就是自己的同胞 祸害自己的同胞 所以你们不要 痛害任何人 就痛害自己的同胞就行了 就全是他们造成的 所以我都真的希望 这个中国政府 有一天能把 他们这些在海外 祸害人的 影响民族声誉的人 把他们弄到国内去 别让他出门祸害人了 就是把他 把他全部弄到黑名单去 也跟西方一样 对不对 你这样对 咱们自己的国家也不好 是不是 我记得就有洋人 就骂中国政府 说弄一些垃圾 满世界跑 知道吗 所以我听了 我都很震惊 我说这跟中国政府 有什么关系 他说政府不管他们吗 为什么不block他们吗 就是把他放黑名单去 我说这样 我说你这样想 你知道吗 所以呢 我就想 我可不能让人家 这么骂我 所以首先 我要把我自己做好 所以呢 我出去以后 我从来 我自己又很自豪 我自己从来没有影响 我中国人声誉 人家都说 哎呀 你是一个很好的中国人 所以我就很高兴 我替国家也争光 我替这个民族也争光 我替我父母也争光 虽然我父亲已经 这个这个见上帝去了 对不对 但是呢 我就觉得 哎呀 我我我我我 我被别人尊重 我就很高兴 所以呢 这个 呃这个 你知道这些海外华人媒体 它不是特别 像中国那些 哎 这个搞传媒大学毕业的 是有文化的人 不是啊 全是些混的痞子 你记得有一个 中国中国政府要抓的那个鸿通 呃 你知道吗 那个电视台我远 我从来不细带看 我从来不细带看 但是好多黄人还看 那个习惯可能 然后这个这个SkyKV也是 扎着垃圾 所有的那些键盘侠 那些那些 尾随男 就在网上就骂 谁都骂 你知道吗 他根本就 谁都不认识 他也 他也 不知道真假 他就跟着骂 什么天子都跟 你知道吗 特别恶心 所以呢 你们来了以后 你千万别跟这样的人接触 你你千万不要 不要不要去相信他们 什么买房子 就 就有钱要 太同胞赚 别跟我一样 觉得坑那个 眼泪鼻涕都出来了 所以都不理他们 你实在语言不好 你可以找翻译 洋人吧 他就实在的赚钱 没有外赚 他不坑人 你知道吗 而且中国人啊 专门坑中国人 只坑中国人 我告诉你 所以以后 你们要来以后啊 我跟你说 真的就不要相信他们 谁都不要相信 你别像我一样 吃了亏以后 才失去平衡 才伤了心 伤了肺的 然后才那个 你知道吗 所以我 我现在就是说 让没 想来国外的人 或者来旅游 来什么的 就知道这些事情 想 少吃点亏 想 已经在这的人 你知道 你的行为不好 就会堵住你自己的路 所以说 你把你子孙后代路 堵死了 你 你 你活该 我们 我们又不跟中国人结婚 我们又跟洋人结婚 我们又不怕 我们 我们后代的脸 都不是 黄皮肤 所以我们怕什么呀 对不对 但是我们还是 我还是希望 就是 虽然是这样 我还是希望 中国人在这里能够 成为正能量的群体 就是无论对这个民族 对这个人种 对这个国家都好 你知道吗 当然这些贪官不能代表国家 政府不是也在抓吗 他们不代表国家 所以呢 我们还是要维护 维护这个良好的生育 但是我们痛害那些 毁坏这个渣子垃圾 我们永远都把它踩在脚下 都 人人都要做优秀的人 这个社会 这个环境才会进化 好 今天就给大家讲到这 你看我的鸡多幸福啊 他把我的 红加蓝水果都吃了 他都吃了 太可恶了 那么贵 我去不抓机了 别忘记订阅转发 给我点赞啊